骨质疏松因为没有症状 一旦跌倒或骨折 致死率高达两成 因此被称为沉默杀手 研究显示 年纪一旦超过了30岁 骨质就会迅速流失 而存骨本最好的方法 除了勤运动 均衡饮食之外 骨科医生也建议 可以补充保健品 促进尘骨细胞的活化 延缓骨质流失 利用30秒蹲坐 单脚平衡来自我检测 骨头灵活度 上了年纪最担心 关节退化骨质疏松 定期检测少不了 但别以为这些健康问题 只会发生在年长者身上 根据健保署研究指出 台湾人饮食习惯中 容易缺乏钙质 成年人的钙吸收 更是每年以5%到10%的速率骤减 增加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 骨质疏松虽然没有症状 但是它会增加骨折风险 影响到后面的失能 甚至是卧床 同时也会提高死亡率 因为没有症状 骨质疏松也被称为沉默杀手 但其实可以趁早预防 世界骨质疏松基金会研究指出 在年轻时多增加10%的骨密度 就可以使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延缓13年 讲白话就是存骨本抗骨松 喝牛奶或是炖大骨汤 都是常见食补 还有人拼命吃钙片 但改善效果都不如预期 医师指出原因就在于成骨细胞 唯有活化成骨细胞 才能把吃进去的钙质胶质 填补到坑坑洞洞里 它是我们全国第一家国家认证的 汉方补骨保健食品 因为里面首长指数的成分 它可以去减缓骨质的流失 在欧洲药理学杂志里面有报告说 其实这个东西可以很明显的增加 成骨细胞活性作用 它就是促进它去分泌这些胶原蛋白 它可以同时去改善硬骨跟软骨的问题 那因为它这样的效果 所以它之前也得到我们国家的品质降 还有一些ISO认证 以蛇床紫素作为补骨材料的 GAL骨力骨 在六周实验中证实能有效促进成骨细胞活化 减缓骨质流失 越早开始存骨本 才能避免骨质疏松找上门 MING PAO TORONTO